大家好,我们在养红掌的时候,可能有的话也会发现这个红掌的花梗特别的短,比叶片还矮,那么就会造成整个植株的观赏价值就大打折扣。 那么为什么这个红掌的花杆会这么短小呢?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? 其实原因主要是有两个。 首先,第一个造成花杆短小的原因就是因为肥不足。 红掌是特别细肥的,特别是在生长旺盛期,我们基本上三五天就要给它追适一次肥。 因为它在温度合适的情况下,它会连续不断的开花,消耗的养分会特别多。 如果我们这个时候肥不足,特别是磷甲元素不足,那么花杆就会比较矮小。 所以我们在它的适应生长温度的时候,一定要及时用肥。 用什么肥呢?因为主要是触花,所以我们主要是以磷肥为主。 那么这个时候呢,用上这个蒸根状花形的营养液就可以了。 淡量,这种营养液含淡量比较低,但是磷甲含量非常的高。 既可以起到触根,又可以起到触花的效果,可以让这个花杆的沉沉串。 第二个原因呢,就是根压过高而造成的。 根压之所以过高呢,就是因为这个红掌叶片的蒸腾作用下降,然后导致根压过高。 那么这样呢,也会导致花梗短小。 那么想要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。 那么盆土啊,我们就不能够过多的浇水。 盆土呢,这个时候可以适当的偏干养护。 然后呢,叶面也不要喷水,把它放在一个通风环境比较好的地方。 这样呢,可以增强叶面的蒸腾作用。 那么根压就会减小,这样红掌的花杆呢,才会拔的比较高。 观赏价值啊,既然就是呃,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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往上升了。 红掌花杆短小了,最主要的原因呢,就是这两个。 把这两点及时的做好处理。 那么花杆既然就能够吞吞串了。 好了,本期就分享到这里,我们下期再见。